我覺得說真的有觀眾會失望 欸可是你有試過你就知道他沒齁 對這台車是一台會上癮的車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神師皮子 我是志祥 他是小紅 結恩他不在 今天要來 我們現在就是要等他來啊 今天呢我們要來貼格子 對 我們這個頻道的節目就是這樣 買車改車改完賣車 然後再買車再改車 這是我們頻道的一個節目的tempo 我們的循環就差不多這樣子啊 流量密碼就差不多這樣子 但今天的車子不一樣了 是第一次入境了 我們的新夥伴 新夥伴 對對新夥伴 今天這一台車 各位都知道 吉恩來了 讓我們歡迎他 新車主啦 到底牽什麼車 哇什麼感想 先不要講你牽什麼車 我覺得觀眾應該猜不到 猜不到我們的頻道居然會出現這種車 居然會有一台沒有聲音的車 它是完全無聲喔 無聲的 它極如風啊 過去的時候只有風聲啊 我跟你講啊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很討厭 車子裡面的那個螢幕啊 我設計就是一個平板 都知道 對 可是呢我覺得 我必須像現實妥協 這就是未來 This is the fucking future 我這個呢是大平板 放一台iPad 欸你這樣講就知道什麼車 我覺得說真的 我觀眾會失望 欸可是 你有試過你就知道它沒好 對 這台車是一台會上癮的車 小紅也開箱過小紅也開過 但它的公差有點嚴重 因為這個品牌的車子呢 的執行長出來的時候 做這台車子就是為了做一台代步工具而已 為了讓全人類便利 我認為這台車出來的時候 它是為了生活 不限了一台3C大型用品 其實我們這樣講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吧 哇我覺得觀眾現在就開始說 天啊我怎麼沒有想到有這樣 我現在的特斯拉 欸我我跟你講 等一下等一下 會不會講到這裡 已經有開始推薦了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你們今天要把影片看完 看了影片的最後一秒 講了這麼多呢 我覺得要跟觀眾講一下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因為 他今天自己去牽車 那我們就先過來 那牽車 玩第一件事想幹嘛 不外乎其中一樣就是貼格熱子 菲利克斯 那我們今天就來貼 結論新車的格熱子 我去牽車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車廠有多妙嗎 因為上完課之後 我們去牽車 他們原廠並沒有提供貼格熱子的服務 他是要說 欸你要買這個套餐 好我會給你料 給你一個配合廠的地址 你要過去那邊貼 前車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人是抱著一滾格熱子 我就覺得蠻特別的 那我們直接去看車 去看他的公差吧 GO 各位 沒錯 欸我今天來特地抓頭髮 不是 這有什麼關聯 因為你交新車 所以我特地抓頭髮 這有關聯的啊 這哪裡沒關聯 沒有嗎 好啦 那我們來看到新車吧 好我來介紹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大概知道 換了什麼車 沒錯 這就是我換的車 特斯拉 為什麼要換特斯拉呢 我找不到他 不好的地方 唯一不好的大概就只有聲浪 可是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 自己車子開久 我們常常是打排氣管 就關起來 發門關 開高速的時候才會打開 真的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是老了還是怎麼樣 那個 我出去的時候發門 也會想說關一下 不要吵到其他人 現在就會覺得 安安靜靜的開車很舒服 是一種享受 尤其是特斯拉 去坐他椅子 你就覺得 哇 天啊 這個怎麼開啊 好zoom 迫不期待去坐 那 去試著看吧 真的喔 去試著看 哇 他不是只有 白色的內裝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選黑的 然後 特斯拉 你一定要 就是窗戶 放箱子 然後 不是 那是另一怕 那是另一怕 那是花蓮怕是不是 欸 我有事情 我車沒油 欸 車子 車子沒電了 讓我先充電可以嗎 上貼圖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坐進來的時候 覺得他真的是 這台非常無聊的車欸 無聊嗎 就是 他不再是像我們的車子 這麼多的按鍵 他所有東西都在主機上面 你就可以控制了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特斯拉要給你一個 就是 三四用品之外 我開了這幾天的感受是 我開著 一台小房子在車上 你真的很會評語耶 我在那一裝裡面 我看不到什麼鋪 你必須自己去加裝 慢慢改裝 譬如說裝個儀表板 把這個螢幕改之後調適 我相信大家在YouTube上面 如果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看到有這些改裝 我剛才其實坐進來 那SANA除了他的東西 比較簡約 可是我坐進來 就像你說 他有家庭的房車 是不是 他沙發 非常的舒服 而且加上 我是選木文士版嘛 我刻意 想要讓他有一種 北歐風的感覺 簡約 你好像在IKEA買到這台車 這台車 畢竟之後還會 有機會開箱嘛 我們今天不要講這麼多 因為今天還是要來貼模 我也很好奇 上面模到底怎麼貼的 因為這麼大片 他們怎麼去如何施工的 哇 那麼有個大公差耶 這就是你說的公差 這就是特色啦 可是也不影響他的熱賣度啦 我會買他的車 我不會去care他的公差 因為我至少 事先上面的享受 是舒服的 總而言之呢 這台就是一台 你需要去好好佈置 跟規劃的一台車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就以我目前開下來 跟感受到為止是這樣 剛剛欠車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先去 我們漢客包摩了 大家有在持續觀眾 有明確的人都知道 我們浮上連結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貼大燈 我們貼了TPU的保護膜 我們也謝謝漢客 然後我們這次呢 來到這邊是菲利克 大家應該也蠻熟悉的 然後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次要貼的隔日子是什麼 都來這邊了 不講很奇怪 去看我們選什麼膜吧 沒錯 就講 go go 各位 我跟子翔最好奇了 這個特斯拉的車點要怎麼貼 我要來問一下師傅 大哥 抱歉 我們這次貼的隔日子是什麼 GAMA的C系列 我想問的是說 我之前在看大麻凡的那個靜偉啊 他也是開特斯拉嘛 他也是推GAMA 為什麼特斯拉是專門跟GAMA合作 還是是我誤會 其實他們在特斯拉一出來 台灣市場的時候 然後GAMA搶先到 跟他們這個商機 然後就去找特斯拉做合作 GAMA先看到了特斯拉這個市場 我們來聊一下 來啊 那個你之前貼GAMA的感想是什麼 因為我實在是很少坐你的車 因為我貼的是透我的 其實真的 你看我這麼透 可是其實 我在裡面不熱 因為你自己坐我的車 到台南或台中 其實我冷氣開的 是OK的 只是真的會比較刺眼而已 所以GAMA的特性 它是所謂的桃絲組成 對啊 桃絲隔熱嘛 我想問大哥 特斯拉的屋頂 全部都是玻璃 是要怎麼貼 就烘了 然後從裡面把它貼上去了 你說的有點太簡單了 喔真的嗎 對啊 我想問的是後半部 後半部是一大片了 所以是一大片都要貼起來 對啊 這種車是施工起來 其實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因為它的玻璃 從後座的屋頂 一直延續到 正常的尾門那邊去了 所以它的施工 都是比較繁瑣 因為它格勒紙也相對比較大片 對 它操作起來比較難 身高也至少要180 才能用到這裡 只要你腰力好 你就有辦法 我腰力蠻好的 喔 那要不要來躺一下 只是我沒在用而已 哈哈哈哈 有點浪費了 對我也覺得一年了 欸那我想問 這個型號是什麼型號 GAMMA的C10 Z10 對 它貼起來蠻黑的欸 從之前開 在路上其實常常會被人家看 其實我給你講 我們是很開心 但是有時候我們是很困擾 有時候其實 觀眾們啊 是你們都會跟在旁邊 那其實 相對的就是你平行的時候 是造成我們困擾 會稍微有點壓力啦 那困擾就是 讓我真的沒辦法去挖彼子 對 真的是這困擾啊 我們要分享的故事 我上一台車我剛簽的時候 我還沒有貼戈熱子 然後我跟小仁剛去玩健身房 那健身房滿頭都汗嘛 我想說車上我自己空中 把帽子脫掉 你知道進吉日巨人 那個愛蓮嗎 愛蓮不是最後 那後半部是把頭髮全部往後綁 我就是這樣往後綁 然後後面一台貨車跟我並行 小貨車 就看著我 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我跟你講我這什麼動作 我眼是一半 我就這樣 你知道那個有多尷尬嗎 我覺得我就尷尬一點 我的是 我挖比斯挖到一半 然後我看到一台修宇車 上面都是年輕的小妹妹 大概大學生這樣子 大學生我可以欸 然後 有男生拿著手機 然後 可是手在裡面 然後在拍你的車喔 我就不知道該不會拿下來 所以 如果各位要貼 我覺得還是貼深一點啦 反正這次呢 我就想說 反正大家也知道 小紅的RS4也簽了 然後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深度 偏深 偏深 不是說剛好偏深 你為什麼我要貼這個深度 因為你知道我都有一個跟粉絲打招呼的習慣 反正有一次我們要去台中 然後我坐今天的車 然後 就我們車也都看得進來嘛 然後那個粉絲就過來這樣子 你知道我怎樣嗎 你絕對想不到 你絕對想不到 我對那個粉絲這樣 各位他只是開玩笑的 這只是我們的一個風格 從此之後呢 我跟他粉絲打招呼 我就直接這樣 反正施工我們等一下會帶一點 但我覺得 你今天也要試做一下理念 他很喜歡欸 我其實真的蠻喜歡的 他很喜歡這台修宇 你不是也蠻喜歡嗎 我蠻喜歡 我那時候開完之後 我就覺得 哇 顛覆我以前很想教 是不是特斯拉斯一台會上癮的車 可是我今天上癮的就是 你上癮水餐 讓我接一下好不好 我上癮的是說 當心上癮嗎 麻辣鍋蠻好吃的 我們上去吃上癮水餐 說完就沒事了 講真的欸 我也好就沒事了 我在後面跟著傑恩的車子的時候 我覺得 他的屁股非常的肥美 我就可以吃一下 好 OK 那我們去吃上癮水餐吧 GO 我一直覺得你的車啊 這個門把設計很麻煩 其實老實說 我一開始覺得說 我覺得很多詞一曲 你還要按下 然後再搬出來 對 可是在行駛的時候是好看 正平的 不會多一個東西凸在旁邊 我跟你講這貨桌真的是 貼皮 這貨桌怎麼這麼軟啊 是不是超舒服 哇 欸 超舒服 以前我有一陣子 我都會睡車上 你今天講的故事真的很豐妙欸 我真的睡過車上 我可以發誓我睡過車上 因為那時候為了省房租 然後我開了Tierra 我想說就睡車上 然後比較便宜 不用住宿前 然後我就是 還要過著腳 可是這台完全不用欸 而且我要講喔 你知道 我跟小紅偶爾會去露營 你知道特斯拉最好的是什麼 它有露營模式 露營模式你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去露營 你在後座把它倒平之後 你去放一個充氣窗墊 然後你開啟露營模式 它就會自動幫你送風 一直吹冷氣 然後重點是因為它是特斯拉 它的電是續航力很夠 所以你在車上幾乎就是 兩兩歲 對 然後你知道後面再加一個車尾上面 就有一個煮飯空間 我覺得特斯拉就是一台生活車 馬斯卡特就說 它這台車 它只是在做一個代步工具 然後我剛剛也講了 它就是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小家 就是因為它很多東西 是可以在車上完成的 特斯拉車主應該真的是 去貼隔熱紙 後面一整片真的就是全景填窗 它跟特斯拉有主打啦 說這個玻璃是隔熱的 但是還是很熱 還是貼一下好了 欸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會上演 所以我都沒下車啊 好那你就不要下車 因為空間非常多 呵呵呵 就這樣吧 我對講 你們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不好 一定要看到最後 不然等一下你又送我們詐欺了 好就這樣 掰 來啊 身為特斯拉車主的好朋友 想必一定要照顧好這台車 那我照顧好這台車的職責 就是 讓它破遊戲 因為它這裡面的遊戲沒有破太多 特斯拉 還有遊戲功能 我覺得這很方便的 而且我這樣會太cowbay嗎 就是他們在施工 然後我在裡面玩遊戲 應該不會太cowbay吧 沒關係 可以玩一下 我滿好奇 我這轉的時候 喔喔開始了 我轉的時候 輪胎會跟著轉欸 喔喔喔喔喔 怎麼使用道具啊 這是切方向盤真的真的玩喔 對啊 它怎麼用技能啊 怎麼問我啊 方向燈嗎 你比賽還要打方向燈喔 喔技能要這樣點是不是 OK 好 我就是大致上示範一下 特斯拉的遊戲功能 如果你想要玩遊戲的話 各位歡迎你去買一台特斯拉 因為它不只一款遊戲 可是這樣很屌欸 所以你在路邊等人的時候 人家覺得你奇怪 你會看到輪胎一直在那邊動來動去 輪胎一直在那邊動來動去 那至少你在車上的時候 是不會無聊的 我跟你講 我要去大便 讓我們去看大便去吧 GO 哇特斯拉連這邊都有共差 這兩邊 正版特斯拉一定要有共差 沒有共差就是盜版 但我相信買特斯拉的人 應該不是要注重這些東西 對要它的科技 大哥 我們現在貼後面了對不對 已經快貼完了 貼完了 其實我覺得特斯拉的施工好快 像它前檔 它沒有任何什麼儀錶 對 它只有前期 而且你還記得台南魔將輪格這邊 哇現在一堆特斯拉 真的是一個曲線 不過我們講這一點就是 它是沒有什麼線條 就因為我不是貼模的 我只能講個皮毛 它貼上去就是一片就過 我們還是要為一些 第一次看我們影片的觀眾講一下 剛剛前面你看到一些B-roll 就是那些比較漂亮的畫面 就是那種沒有講話 那個畫面稱之為B-roll 然後那些B-roll呢 你會看到我們師傅在那邊裁切 隔熱子 然後轟那個隔熱子 就是要做那個型出來嘛對不對 因為貼隔熱子貼在內側 不一定不會貼到外側 剛放抹材是貼在外側 對 然後隔熱子貼到內側 然後他們就是 裁切好之後進來 再把它服貼 刮刮刮刮刮刮刮 刮水出來 就完整了 沒錯 我可以當這邊議員嗎 懂嗎 這樣子 講師啦 講師 講師 講師不代表會貼 就像NBA的球評 會講 不一定會打 就有些男生會說自己屌很大 其實他一個屌超小 他也不會打炮 這種概念是一樣的 跟話一題 對不對 跟話一題什麼 對不對 我跟你講買特斯拉齁 真的就是買個氣氛的 你看他的全景填床 哪一台車 可以這樣 無人能敵啊 說真的我們一直說他公差 可是像你自己買的 也沒有care到那個公差 不care 一切都合理嗎 對我買的 我就看有多少觀眾 會相信這台是我的車 目前現在大概在中間 我就看到底有誰會看到這邊 才知道不是我的車 我就看多少 OK 我們繼續吧 好啦 現在目前這些都是貼完了 接下來要 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你剛買新車 你車上就要擺這麼多貴賞 就 你雖然單身 但是也不需要用到這麼多量嘛 對不對 效果效果 隔熱子的部分就要做個結尾 特斯拉還有教導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貼隔熱子之外 你還要去定位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前往我們 第一次去的車行 我們認識的很好的師傅在那邊 所以我們決定去那邊 給他定位一下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在去之前 謝謝斐力特斯 沒錯 貼模 那如果各位 如果有需要貼模的話 歡迎找他們 他們有貼各種品項的車子 各種的隔熱子 都需要 就去找他們 沒錯 那我們出發去 定位吧 GOGO GO 欸 我要講真的 超好開 就是 我已經慢慢適應了 我剛剛開到現在為止 大概只開了 從交車完出來 我還要演是不是 交車完出來 去貼隔熱子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凱薇汽車 位於內湖 區南京東路 某段某段某段 反正我們會上資訊卡來這邊 反正達到下來就到了啦 等他定位吧 那好開嗎 好好開 我跟你講 那個在市區呢 一隻腳可以控制完全程 你剛剛跟在我後面 幾乎沒有看到我踩煞車吧 真的是一隻腳完整 因為他電主會幫你去煞車 然後可能是因為 電池都在底盤的關係 那有用他媽的紋 我覺得你真的要試一次你就愛上 回到正題 我們現在來到凱薇汽車這邊 就是要做定位 先去找這邊的老闆 車子再好開 沒有定位 也沒有用 沒錯 定位去吧 這是我們凱薇汽車的老闆 嗨 大哥 那麻煩你 這就是鑰匙 老闆竟然還要自己鑿匙 都要 哇 厲害 我跟你講 真的會成功的老闆就是這樣 我也想當了老闆 然後就開始耍廢跟我一樣 定位這個環節是非常重要 我們等一下請達哥 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定位 車子為什麼要定位 為什麼有些要打角度 對 定位到底多重要 等一下來為各位解答 go go 好啦我們現在定位的東西 已經都裝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要測就是 特斯拉原廠出來的角度 是不是正確的 老闆來了老闆 欸老闆上去了 他們已經在做定位了啦 老闆 所以我們原廠出來的數據是 差滿多的 差滿多的 所以難怪說 特斯拉說 都來要先去定位是這樣 對 所以是差很多 右後的差比較多 左後跟右後的懸數值 這樣代表差很多 有落差啦 這微調一下就好了 如果不做都會吃胎 有聽清楚嗎 不做的話會吃胎 各位觀眾懂為什麼要定位了嗎 因為你的定位要清楚 車才會開得好 然後你看像 就是之前我們在玩車 我們玩那種海拉風啦 或者是比較爆的 為什麼要打角度打那麼大 那就是 也是定位的一種 而且 其實我們那樣打 有時候相對你跑山 復彎的時候 更好跑 會比較穩 但是相對的 你看我們那樣打2.5度 3度 那其實 吃胎就是那一次 我們已經再三強調過好幾次了 這個是連我們這種外行人啊 改車的基本觀念都要有 就是定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沒定位齁 你輪胎相對的魔號會比較快 懂嗎 而且你有時候打角度 也會讓你的車子看起來更切齊 懂嗎 那我們現在就等他們微調結束 就交給他們吧 GoGoGo OK 現在達哥已經幫我們訂完位了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 試駕 這是基本要的 對 達哥我想問一下 像特斯拉這台車啊 像你們接的很多嗎 OK 對 達哥你們底盤上面也非常專業對不對 像特斯拉這個 它底盤為什麼會這麼穩 就是我們做起來沒有任何的晃動 因為它底盤的設定算還OK啦 就是雙A的 它的重量都在底盤 所以你過彎其實還OK啦 其實定位這種東西 他說你出廠在定位 就是為了讓你再Double Check 應該是說 組裝可能會有一點點公差 那我們就是再Double Check以下 看那個公差是多或少 這就跟我們 假如說換避震器的道理是一樣 就要重新定位 因為你拆裝過了之後 那個公差就很大了 其實我個人認識達哥超久的 十幾年了 我們從健康路一路到現在 達哥自己開了一間海威汽車 為什麼會來 因為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啦 我們不講同話 然後我們也不客套 我講真的就是從以前 從認識達哥之後 其實他對我們的車子都很細心 不是因為我們是做Youtuber 他對每一個客人 很有責任心嗎 沒有 我覺得他們對每一個客人 不管你是開什麼車來的 他們就是賓至乳貴 就有些人會講說 那個就是因為你們是Youtuber 所以他們才會對你們特別好 欸 我跟你講 你真的來這邊是沒有差別的 欸達哥 那我想我很像 像特斯拉馬力這麼強的車啊 是不是定位來講的話 就是怎麼做會比較好 只要看開車的用途跟習慣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特斯拉的車主 那我又喜歡跑山 你會建議我們怎麼去調教他 就是前速要讓他開一點 前後都要開一點 是這樣嗎 對 輪胎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子比較容易吃到內側 然後你在過彎的時候去往外側 過彎有離心力啊 我們拍這麼久 第一次聽到我們吧 對 而且 我現在先假設我聽得懂 如果各位如果要去跑山的話 就是把輪胎往外打 應該說 設定啦 一定會要設定 這樣不是越開越外面嗎 它是一個推展力 只是讓它磨內側的意思 可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在磨外側 好像有點能理解 你看喔 過彎 你在前進的時候 過彎 譬如說你轉右側 右邊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它會刺 它會刺比較多一點 是這種概念嗎 對 我覺得連小鴻應該都不知道 對 謝謝達哥 讓我們上到一課 對 可是如果你很常 黑山路的話 就是你可以這樣設定 如果 兩者兼具我們日曲 中間指 中間指 對 要不然 比較容易吃內側 那像那個什麼 一般車子 如果說日常代步用的話 前輸角什麼都零度的那種 看車喔 每一個車它有一個固定的角度 對 我已經說零 零就是好 或是說一定要調多少 我覺得還是要交友達哥 這種對底盤類的 真的是很熟悉的 講會比較有說服力 各位如果要定位 就是找那種專門用底盤的 最好的話 北部就來開位 重點在這 OK 他們都會給你專業的解答 誠心推薦啦 你不要說 哪裏工資比較貴 哪裏工資比較便宜 但重點還是售後的服務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像我自己修完東西 我就是希望那個東西不要再壞了 有時候找推薦 店家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再次的強調 強調幾次了 夠了吧 夠推廣 凱是凱子的凱 凱旋的凱 威是威力的威 汽車 好不好 就在我們內湖去南京東路某個地方 然後你們自己可以去Google看看 好啦 今天也謝謝 來 達哥 幫我們定位車子 也要謝謝我的斐力克斯 幫我們貼隔熱子 我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啦 你要公布了嗎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這不是我的車吧 今天忙了一整天 我們今天也是一個代科改車的服務啦 其實今天是 誰來改車的第三級 委託我們改車 那我的車我還沒有選到 所以我還在思考 要換什麼車 對 那各位如果有需要委託我們改車 歡迎找紳士皮子 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以及追蹤我們三個人的IG 哇 你講得很順欸 對 謝謝各位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晚安